大家好,我们一般养碗莲用的盆都不会特别的大 再加上碗莲生长速度比较快 所以叶片的生长空间就会不足 所以摘叶就非常的关键 那么碗莲应该如何摘叶,有什么原则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去脑流心 它不仅光合作用减弱,积蓄的养分少 而且还会消耗止住的养分 所以像这些脑叶,我们就要及时摘除,留上一些嫩叶 因为一些嫩叶,心叶,它的生长速度会比较快 而且它的光合作用会逐渐的增强 那像这些脑叶,我们都可以及时的摘除 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能够摘得过深 我们直接从顶部摘一点 然后把这个叶柄留在外面,让它自然枯萎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摘除一些底部遮挡的叶片 这种叶片一般都会发黄 然后慢慢的就会腐烂,很容易置身病菌 而且发黄之后它的光合作用也大大的降低 像这种叶片也要及时的摘除 然后也是像同样的方法摘就可以了 第三点就是如果叶片数量比较少的话 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多保留一些叶片 像这样一盆的话,我们至少要保证有三五片叶片 而且是一些健康正常的叶片 这样它才能够更好的进行光合作用 要不然叶片数量过少 蜘蛛光合作用减弱是不利于它后期生长的 所以在养晚年的过程中 摘叶这样一线工作是非常关键的 而且一定要注意我说的这几个摘业原则 还有这个摘业的方法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